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2日,这是今天第四场诸报电视节目啊,先给大家谈谈推特上面,有几个推特很有特点,一个是邓宇文,他说呢,据朋友转述知情者的话讲,就讲到习近平的女儿啊,说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习相处的并不如恰呀,他不喜欢他父亲的霸道。 当年他被习从哈佛召回去,就是不情愿的,被父亲强制召回,他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无奈,生在习家不能有自己的性质和爱好。 说这几年在工作当中,看到社会对习冤气见多,劝习做事留余地,不要独揽大权,对社会控制得那么严。 他担忧的是习数敌过多,一旦下台,对他不利。 安息不停,反而斥责他,年纪还轻,不了解中国政治。 中国不是美国,绝对控制权力,谁干不了,既干不了事,也不能保证不被人搞下台。 老祖宗的中国政治就是这样,父女俩现在不太交流,公立员为这个事很着急。 就讲这么个消息,估计是酒桌上人们讲的,根据我分析,现在这个习冥哲还是应该在美国。 为什么?你看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小的视频,就是习冥哲靠着他爸爸身边上秀一秀。 他之所以释放这个消息,目的就是让外界误解,误导外界。 因为他现在很恐惧,说话别人报复他。 所以他很可能就是明明是去了美国了,都一秀一秀在身边。 像这个消息也是一样,想在家里好像是,没在美国哈佛,其实我这么想, 在现在这个危险的环境当中,他肯定是,就他女儿也是想来到美国。 他也知道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会因为他父亲是独裁者,对他家人怎么样,美国就这边好,他的制度保障,对吧? 他心里也很清楚,你看他的前妻在英国,他的姐夫在加拿大过去,就这些当官的,他我没接触过,就下边那些省市一级的底线基层官员,哪一个不是心里都向往美国的自由? 你包括坐牢的那个警察,提起王丹都是非常羡慕着跟我讲王丹,是不是啊?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网房电影监狱有个管教,我不讲,叫谁就是,找我谈话我就讲,说人家王丹行啊,因为王丹行在美国,他第一道大连人啊,美,美国, 还有,和那个就是觉得好了,是吧?谁都知道,因为你在美国,他不是别人,最起码他是个法治社会,不会情绪化的,就是说,这个,逐连九州,你不能一人得失,几点生片,也不能一人出事,家人跟倒霉,对不对? 就这一点,共产党的官员太挑战了,你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中共这些高官啊,什么省委书记,省长啊,这些领导这样,退去了以后,甚至还没退,就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已经开始,有迹象要在这个,就是,要换人啊,一般当官的不都是,你即使不出事,每个五年,十年都得换一擦, 尤其是有些派系啊,裂变,今天这个上,那个下,这个上,这个下的啊,就是危险的时候,差不多要来临的时候,认其的默契,认知的默契,就开始让小孩都,呼噜呼噜都移民了,转移到海外去了,钱也争走了,孩子也走,都是这样,这个,你想想就黑龙江省,省委书记,随缘本,现在死了,我还可以讲一讲,那不以前他就,在长期在加拿大吗,是不是啊? 他女儿也在这儿啊,那么那个,还有这个,这个,另一些,我不详细讲,讲太细致,一切都到底下的人,吓得不行,脑子瘟一声,这些人都是什么,就整天就是,为这点利益啊,一点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不是啊,你要是每一个人都不去讲这个事情,那个人民群众用,一般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些事,就共产党的政情最虚,我就跟你讲,现在大战还没开始, 打起仗了,你看,有多少跑了,是不是啊,到那一天,你就会是什么叫树倒护森塞啊,他这个文章里面的内容,我是不太详细,但是,我这么猜测,他肯定他家,他女儿不会给他爸爸观点一致了啊,年轻人都和老年人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年轻人,你说哪个家庭不都这样,你想啥事,你小孩听你的, 反过来小孩还能看关心你的事,是不是啊,都是一样的,家家户户户户是这样,这没什么奇怪,你看,毛,这个,习仲勋的儿子,那就能处为一个独裁者,是不是啊,你想他哪像习仲勋呢,一点也不像,对不对,那鲁勋的儿子也不会写作,是不是啊,鲁勋的后代有是作家的,没有,也没有,是不是啊,你看毛泽东呢,是可以像是人精,是吧,那有几个毛泽东的脑袋, 你看他的,毛泽东,怎么说好呢,是不是,咱们也不想讲,太,太难听了,有所人格啊,你想,他去下集市场,你说你签个字,你说你签个什么字不好,他说,这里很好玩,你看他写的字,就是说嘛,老年人讲的好的,你家里有那么一个有能力的啊,就把那个能力都带走了,留给其他的人啊,没留下什么好的,就不好, 孙中山,是吧,中国革命的卸行者,你说那孙中山这个思想,那个红性那带的,你再看马英九,啊,就令你无语啊,他好意思在孙中山下面还站着,整天在那讲话,你也不惭愧,你回头看一看,你现在做的事,能感受马英,孙中山的一个毫毛,是不是啊,这也不去多讲了啊,因为我不太清楚啊,但是这肯定发表的点击率高,人都喜欢看, 再一个消息就讲了那个郭文贵,啊,说郭文贵这个在里边,新诺发了推特,因为新诺肯定对郭文贵抱有成见了,主要是郭文贵是全是不好的,就讲了一个一个小故事,其实我看他就是也嘲讽他啊,但是从这里透露,你可以看出,就是有个叫菲菲的, 我倒没看着原版,就是这个,这个菲菲的节目,我刚找了半年找不着,谁得看,发给我看,就是菲菲还在,就是,怀念这个郭文贵,这一点是就了不起,真的,你就想,有多少人就是,都随着视力,只要你看人家,挺风光的时候,那都,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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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个好朋友,我跟你讲吧,所以他假如说真的菲菲现在还记得他,还能讲一下他气歌,哗念哗念他, 我就为我证明他这是真正的新中国联邦的铁杆革命战友了 是吧 这个单约是如此 因为我没看原版 那内容我就不讲那故事 那故事反正就挺离奇的 但是他还透露一个细节 就郭文贵在里面好像是当健身教练 你别说这个工作挺好 适合他 你看他体格很注意健身 每天都出来 你健身了吗 他就开始蹦跳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华人这个舆论节没有的国民国人 那是分外的寂寞 是不是 你得承认就他出来讲这些事情 这么讲吗 给共产党基本上搞臭了 特别是王岐山臭不可闻 以前王岐山包括我在内都觉得王岐山这个人都无事 因为咱们明明没结束那么高层子的脑袋 整于四亿级大部分就是四亿级基层干部结束很多 不了解 以前那个反腐败就以为是上层是连接的下边腐败 现在才知道 这根子就烂在上面 对不对 你通过公共贵的爆料 也带动了 带动自媒体 你海外自媒体那些很多包括砸的的挺的 那不都是从他来开始的吗 是不是 你必须承认现实你对人评价这属于公共事件 要摆平的良心 你拿人钱自然就说人好 你不然你没拿钱生气或者有矛盾 或者是有各种原因吧 受到了伤害 怕的伤害 他们就恨 恨完了就讲的话就是很极端的 在我看来你是挺 他咱都不要搞得太极端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一个社会社会性格的可以这样讲 对吧 你必须承认他是一个人物 到这个时候你就公正的看 他是绝对值得研究的 你想他搞这么大的动静 你就现在还没完呢 当然有没有追资美国的法律定 我讲不清楚 我认为如果他不搞这个经营这块 就是爆料 始终是这个这个比较 就比较清廉的是吧 就不介入经济 提供中共的话 相信结果 不会相信现在这样 对吧 另外你搞那个洗币 货币 你个人搞货币 你在哪个国家 你说你能成功吗 那政府都要整 对吧 你搞得越大 政府心想 那我政府不能发行数字货币 你发行 那政府能干吗 政府要给你搞麻烦 政府就得这样 是吧 所以这个事是另一个议题了 我讲不太清楚 因为我这一生不经营 我也没买过 咱们也没喝了一口水 吃了一口饭 是吧 我只是从一个读者 旁观者来看的事 所以我想 你别说他 这句话 有个女朋友 非诚 有个小女孩 是不是 在那个饭店里 有一次着火 吓着跑 跑出来以后 又得瑟了 吓着 是吧 如果是他的话 这个光光还是不错 这些话 有些跟随者 但里面有些人 也马上就转向 你想一想他做了 有些事做对不对 对就永远支持他 错误了 到任何毒癖 是吧 癌症这个良心 就不会随波逐流 是吧 你跟我老 我老讲倒霉的时候 我现在最怀念就是 就是王建民 特别好 王建民 这个兄弟就离我 离我太远了 我上次开车开 来会儿八个多小时 没看成他 因为我到了 大服务才知道 他在那边 在美国那边 我没带护照 就呼噜呼噜 开车去 我再回去拿护照 来不及了 你瞧 这个王建民 就是我困难 是吧 那就看我的家人 还写了报道 我觉得朋友 是最可贵 就是那种 牢狱是在 有难的时候 朋友不气不离 这才是好朋友 其他那都没有用 我给你讲 是不是 就但愿那个 那个胡贵在里面 当那个健身教育 好好当 身体整个高高 你说说不定 再过几条 穿不上了 班农又回来了 又回来 马上放了 这都很难讲 也美国现在 也是风云变换的 这是一条消息 我们再来看看 郭泰明 这都是民运今天 郭泰明跟我意思 你看 共产党和郭泰明 现在翻脸了 有点翻脸 这是看中国网站 有篇文章 题目叫警告 郭泰明 他介绍安国文贵州 郭泰明 惊爆中共突查 富士康 微博百度洗版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怎么讲 他说 就在鸿海集团创办人 郭泰明积极投身 中华民国 总统大选 联署之机 突然传出 广东江苏的富士康集团 所属的公司被查了 查死查岁 给共产党和他 其实共产党搞这个事情 我看了 那目的就震慑他 说是河南 湖北 则是被查的重点 他为什么查河南 李克强在那 他看他跟李克强 底气没有勾兑 对不对 为什么查湖北 宇正深 你看这都内斗 我跟他说 有分极认为 原因是中共向郭泰明施压选举自示 让其政治表态 但有人认为 这是中国经济不行了 外逃 录取出走之后 外资录制 陆续出走之后 中共为了保经济 二维 一事件 相关话题在微博 百度上 热搜 洗版 进发外界观众 确实 这是一个大事 台上看来是毛了 还还习近平 开始翻脸了 给你吊一吊 说二十二一大早 中国大陆的微博和百度热搜 被同条新闻洗版了 就环球时报独家报道的 近期对富士康集团 在广东 江苏等地的重点 且进行罪无极材 广东也是一样 胡顺华 就跟汪洋 见谜借助这个事 就开始了 江苏是叫李源潮 这些人 重点查税 中国自然资源部 对富士康的河北 湖北企业进行调查 这个肯定是有背景 而是吸引下来 应该是 这篇文章引述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副院长张文生的说法 大陆有关部门 对任何涉嫌 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 进行税务 机场 用地情况调查 属于正常的 立法行为 这都肯定给中共讲话 这不查别人 现在查他 他就讲 郭台铭是怎么回事 他这一段 我给略过去了 因为郭台铭 随都知道 他搞了什么生意 那么这篇文章讲 所以什么原因呢 八月底 郭台铭宣布 以台湾独立 独立候选人身份 参与明年台湾大学 大学 其实他已经参与一件 后来撤了 他不做个梦吗 是编的还是真的 梦到一个什么情节 预测了他站出来 有点担当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现在明年大选年 辞去鸿海董事长 当时郭台铭对记者说 如果中共因为郭不听话 要把鸿海财产没收 对 他回答 yes 若是中共不打台湾 我可以重新做模具公认 他的意思 我不怕没收 做好没收准备 第一次是这样 你怕也没有用 共产党要跟你翻脸了 纷纷渺渺跟家顺铭 反光监狱一关 人要关到死财产前相关 是不是郭台铭是台湾上上人 他恐怕不会对肖建华 这个 这个吴小辉这样 这么很难讲 肖建华是加上大国籍的 西平不管 西平现在绝对是 把当年共产党的绑匪做 发挥到机制 直接开干 他说 我从来不受中共的压制 你敢打我 没收我财产 我不受威胁 但有媒体认为 郭台铭不但没有任何当选的机会 反而实际上是 红保送赖青德上台 因为他这样不就分解了 这个国民党的权利 就这个意思 国民党侯友谊的选票被分解了 他是这个意思 客观上成为 泛滥阵营 以及国民党选举的包袱 至于中华民国 举行的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 时间是24年1月13号 马上来了 倒计时了 100的天左右 是吧 面对民调持续领跑的民进党 参选人赖青德 两大在业党 就是民进党和国民党 就这两个党 最主要的 柯文哲也是 但是可能性不大 最可能像从目前开始 赖青德 虽然认为 如果实现政党轮替 必须合作才行 但随意不愿做助手 比如说 现在如果说 除赖青德 其他几个政党 合到一块对付赖青德 那可能也就胜算 问题是 这些人不会干的 是吧 所以中共现在很着急 中共想通过合法的途径 是吧 就选举的途径 把孙东山 孙东山这些后边这些继承者 就是 这我用的词不太好 不孝子 是吧 就是没出息的 三枣驴变骂子的最后一代骂子 是吧 一代不如一代 就是马英九给他提不上来的话 横起来的话 公安党最高兴 公安党心想 我把你爹妈木修好了 你现在已经归顺我这个大路了 是吧 已经是暗度尘藏了 将来我给你一个特首干 你就像董建华也干的一戏 那马英九乐坏 求之不得 是不是 所以对郭台铭 现在无计是敲打敲打他 现在还没准备收拾他 要收拾一下 算是秒秒的 因为他现在撤资来不及了 就是 就是案板上肉等着 他就像那个 大陆那些 省委书记省长退卸以后 先给你到全国人党 是吧 就像成全国不就是了 是吧 你一个委员会什么 主任委员先干着 那就等于是把你这个 上衣那个宝 那个衣服拔光 像那个死猪 往那个案板上 抬放 然后那个 宗纪委就在 习近平的指令下 他承袭就过来了 我手的 如袖子的时候 戴上的胶皮手套 然后像外科手术一样的刀 抢进去都摆上 这慢慢的小刀 慢慢慢慢的力 就开始了 他这当过不都这样 战战兢兢的 是吧 这有几个这个 最后能闪动的 没有几个 你看当年那个张国国 辽宁省长不就是了 退卸了以后也是啊 好像他没退下来哈 他直接给他调到就是那个湖北省省长吧 干了没两次 抓 抓起来 是不是啊 也有一些在这个位置上 那个白安培 不都是吗 秦光荣 那时候好多了 是吧 王三运呢 都是这样 先把那上衣给你拔光了 考这个案板上 像死猪一样 就拨拨拨拨 然后小刀就慢慢给你淋上去了 你共产党这个干嘛 你别说他一套程序哈 上半场当官 下半场坐牢 全靠 全看老大是谁 所以国际民主一样 国际企业这么多 在中共这个土地上 那就是共产党的了 所以看共产党你 顺从不顺从 他为什么现在突然间抓他了 就就放出这个风呢 要抓他 这里有两个考虑 我个人猜测 一个是内斗 他需要整理一个像汪洋啊 胡宠华的一个 啊 余政生 假如余政生确实是搞了一场 正别未遂啊 他肯定要整 他那样好像有 你看孙志刚 孙志刚这些嫡系 嫡系抓 都是建制这个余政生 那么自然而然 他就需要证人 对不对 他可能就要抓这个企业老板 那你这是一个人 第二呢 他没钱了 没钱了 他得抢一抢钱 抢钱 抢了抢去抢水比较好 对吧 要找肥的 你看这样 像那个咱们吃螃蟹不是什么 看他这个 电量电量 还肥又是母的 里面肯定有纸 是吧 你看那个虾爬的 就是那个 滚海湾的虾爬的 是吧 你到那个月 月牙湾 就引口的虾爬 最好吃啊 中间有一条线 对吧 那个线就是 它的 鱼的 鱼里面 内脏里面啊 就是那个叫 少子 我们叫少子 养孩子 这种东西 是吧 那个肥的啊 你电量电量 海 还有到海里找那海生 鲍鱼是吧 要不都找肥的吗 这就像那个 奇异品学生 每天在想 不哭又没钱了 小强子 听说又哭了 你哭什么 咱不要怕 没钱 没钱 扔着就完事 说是马云已经 这个马云 就基本上 暂时没事了 上衣给他刷上去了 是吧 这个 小建华也进去了 吴小虎也进去了 钱都抢光了 怎么 再怎么 许家印也 也抓进去了 大哥这咋办 哎 这会儿再换一换 口味了 整个台湾的 是吧 说郭台铭 郭台铭最近台湾汇报 表现不太好 咱们统战这些人 私下劝他 赶快和国民党 后友一俩 联手 办这个赖清德 他竟然是不识布 不给面 不给面 擦一擦 就开始了 是吧 就开始先 先吊着他 震慑一下 这个时候 郭台铭化解风险 我给你出个点了 赶快 跟这个 后友一俩联手 是吧 联手给赖清德 整下去 保证 习近平高兴回来的 不但不整理 是吧 等到后友一上了以后 马英九 就是一来就付出台边了 后友一可能就干一戒 然后就是马英九了 是吧 东海亚甲就统治台湾 到那天 哎呀 富士康的生意 二教 我告诉你 肯定是比过去要好了 是吧 那富士康基础好啊 那习近平一声 问一下知识年华 那生意呢 好会好得不得了呀 才远滚滚 是不是啊 问你什么 人 郭台铭谁的话不听 他已经做梦不梦见了 郭台铭是 我认为 郭台铭做的是对的 男人嘛 干一番事业 是不是啊 但是据我观察 郭台铭好想 这是个做企业的料 算个账什么行 做的生意行 你真正做政治人物啊 你首先有好的口才演讲 是吧 你看蔡英文 这个选举和那个韩图的 当年是吧 韩国瑜两个人 我看了好几场 那确实很有水平 你郭台铭讲话 和我差不多少 动就走板了 是吧 当不了 总统 恐怕是欠缺 我认为 不过做生意 很可能是个成功的 这个商人 不妨就会后遇一点 有一把吧 对勾对勾对 是吧 帮助共产党 把这个 赖清德给他选下来 这样也避免了 这个一场战争 是吧 让西萍 向西萍心情好一点 是不是 但我就确没有用 你 在心里话 你随都确不了 每个人都是有个性 因为今天 这个事比较多 我今天战事就做地磁场 这有什么其他好事 好有意思的新闻 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再见 再见